这支个股推介是华润电力836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简选原因 是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按年增长8.4% 增速高于按年增加5.2%的发电量 反映需求增长较供应大 股份关注华润电力 润电上星期宣派特别股息 每股5号以庆祝上市20周年 和重新晋升蓝筹 11月29日随正 公司火电业务改善 上半年占收入超过67架火电销售业务 在成本优化等推动下 连续两年录得亏损火电业务 终于流规为盈 其内火电业务核心利润7亿3千万 去年同期亏损14亿4千万 华润电力近日突破7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走势转强 昨天收入15.9号8 逆市升0.6%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短期可以以17元为目标 绘吐息宜守着下降轨附近大约15元 根据彭博总合劝商预测 润电2023至2025年股息率 分别是6.5厘、8厘和9.8厘 根据彭博总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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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博物